美国众议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 以227对203票通过了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 这项法案将让美国企业30年来首次得以减轻企业税 而美国人的所得税也将同步降低 虽然法案顺利通过并且送交参议院表决 但民主党后来发现法案内有三项条款 不符合参议院的规则 因此在参议院表决后 无法立刻送交特朗普签字生效 必须退回到众议院重新表决 话虽如此 一般相信二度表决应该也会闯关成功 法案通过纽约的街头立刻出现示威 示威者堵塞纽约交易所的入口 炮轰法案实际上将导致富有的人更加富有 穷人变得更穷 我们必须要杀这策券 这策券是国家的战争 这策券是国家的战争 这策券是每个政治家的国家 这场示威导致15人被捕 尽管国内出现反对声浪 但法案通过后 预计最快明年初就会生效 NTP7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尽管转发事件 i know you